嗯 杨阳 十岁的时候我就说过 一定要让你成为我的新娘 现在你愿意嫁给我吗 嗯 你不可以嫁给他 嗯 嫁给我 浩天哥哥 你究竟还想买姐姐到什么时候 还给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有 浩天哥哥 我怀了你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把雪儿当成了你 你听我解释 所以你喝醉了睡了下去啊 他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需要补充吗 陆浩天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女孩子啊 就是他 小意思 我的好姐姐玩得愉快 对不起 故事集团的少爷 没这样疼你吧 别碰 装饰不够了 妹妹久了二叉 松手不然我抱走了 有客气 好啊 小妹妹 你是不是热了 可可带你出去聊过聊过 嗯 啊 救我 滚 别动我闲事了 你 你 呃 呃 你 小姐你没事吧 你不热吗 你 小姐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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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呐 我昨天到底干了什么呀 怎么了 吃干抹净了 想跑路啊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你说吧 多少钱 你当我是什么人 那你要我怎么补偿呀 既然都睡了 你就得对我负责 这就是你说的负责 对啊 这就是负责 官方认证的 天哪 还是看图一小短剧 看脑残了吗 小阳阳 这会是什么新型杀猪盘吧 小阳阳 你想什么呢 哎呀 我肚子有点痛 我去删个厕所 哎 你 杨阳 你回来了 我找不到你给男女话也不接 我就来你家 我们谈谈好吗 没什么好谈的 我也不想见到你 现在立刻从我家里滚出去 杨阳 怎么跟路上也说话呢 不走是吧 我走 好 我走 杨阳 我是不会放弃的 要是交出来 这是我妈的房子 不欢迎你们 杨阳 这如烟是你妈妈 雪儿是你妹妹 咱们是一家人 怎么说话呢 我妈叫谭真 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谁和她们是一家人 够了 我们来就是要告诉你 适可而止 你一定要站给那个路上也 爸爸说得对 姐姐 是我不好 我不该插入你和浩天哥之间 是我情不自禁 浩天哥哥还是爱你的 孩子 孩子我可以打掉 杨阳啊 你看你妹妹不是都给你认错了吗 你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吧 原来你们都知道 他和陆浩天干了什么 那你还要我嫁给他 你不觉得恶心吗 你 真是反了天了 你不嫁给陆少爷 那你留在夏家有什么用啊 你永远不想象你的生活费 谁给你的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夏家的钱我不稀罕 带着你的老婆孩子滚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哼 妈妈 你放心 我会过得很好的 他要是不原谅陆浩天 陆浩天他不会恨我吧 可惜了昨晚那个混混被人赶走了 哼 你放心吧 妈妈能让你爬上陆浩天的床 我就会想办法让他娶了你 你现在啊 你去把这个夏英雅给咱顶紧就行 让开 不是吧 居然跟到我面试的公司来 你们骗子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 骗子 心虚了吧 我早就看出你了 你就是利用你的美貌 专门演篇 失恋的你的骗财骗色 骗财 骗色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碗 是你抢婚的吗 我那是喝多了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结婚骗局 女子身陷巨额夫妻债务 星星杀出盘 警惕闪婚骗局 你别过来 我可是恋过的 你好 我是今天来面试文员的夏泱泱 这个人是骗子 快让保安抓住他 哎呀 对不起顾总 他是今天来面试的新人 不认识你 是我安排什么失误 顾总 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总 有什么问题吗 等等等等 你先骗婚 然后我逃跑了 他控制我来面试 刚进门就被你抓到 这也太巧了吧 你们这是诈骗组织团伙组啊 我要报警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又想逃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有钱没有工作 你也放过我吧 顾总真的好可怕呀 看清楚了 还有什么想看呢 银业执照股权证明 不用了不用了 咱们公司不是诈骗组织 你也不是骗子 你突然看我这么近干嘛 你也没戴隐形眼镜吗 视力应该挺好的吧 还不错 既然视力挺好 那应该就不会迷路对吧 那怎么上个厕所 就上到我们公司来了 上厕所嘛 我忘了你在外面等着了 我就先回家了 那就是脑子不太好了 就你脑子好 谢谢老婆可奖 我觉得吧 咱们的关系还是保密的好 万一让人误会 我是靠关系进来公司 不对啊 我是来面试的 那我岂不是面试失败了 面试文员是吧 文员人已经够了 不招人了 不过 现在总裁秘书还少一个人 请问 夏小姐有兴趣吗 也可以 出去找刚秘书 直接报到上岗吧 好的老板 嗯 嗯 嗯 楊阳 这里就是秘书部的岗位区 嗯 这个是你的工位 有什么不懂呢 可以问下周围的同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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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小姐 你刚才和总裁门口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总裁亲自面试你啊 不知道 这总裁 好像有点变态 我觉得 总裁让央央来上班 就是为了 折磨她 啊 折磨她 这不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 接下来总裁就会爱上你 我也想让总裁折磨我 嗯 受不了点了 少看你脑残局吧 工作了工作了 请问谁是沈阳 是我 哎 你好 请接收你的花 我的花 没人知道我在这上班啊 哇 这肯定是追你的小哥哥给你的惊喜 太浪漫了吧 我哪有什么追我的小哥哥啊 我就是个单身狗 夏阳阳 跟我来办公室 看看总裁的脸色 服务就要给杨阳穿小鞋了 总裁是母鬼吧 自己天天一副深人物进来 他不准人工谈恋爱 就是就是的 你是单身狗 那我算什么 嗯 我这一时半会儿还没适应 已经结婚了 那看来我得好好帮你试一试 你不觉得咱们这婚结的有点冲动吗 万一你那天留了婚 夏阳阳 我们昨天才领的证 你今天就想这一婚 不是不是 我是说万一 新婚第一天就让我独守空房 今天又跟我提离婚 你是打算使轮中气啊 我没有 那跟我回家 嗯 我 你果然还是想要试轮中气 我没有我跟你回家 好的顾太太 下班一起回家 先去工作吧 总裁也太过分了吧 看你好欺负呀 凭什么把你花扔了 哎呀可怜的泱泱啊 这边少了 地狱开局喽 错了 你们都不懂 这是霸道总裁偏爱我的套路啊 对呀 他在套路我 我的天啊 下班可怎么办呀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来 趁他不在 快跑 洋洋 你们两个要秀恩爱去别的地方 少在我面前恶心我 洋洋你误会了 是我去雪儿带我来找你的 你跟我回去吧 别上班了我养你 雪雪 你恨我我不怪你 可是我求求你给浩金哥哥一个机会吧 他是真的爱你 给你三秒钟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我就报警了 夏洋洋 你为什么这么崛起啊 三二一 洋洋 他们骚扰你 洋洋 她是什么人 她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也是我的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勾搭上顾其穿的 我们走 夏洋洋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师弟的感情 你说分手就分手吗 嗯 不好意思啊顾总 初恋一回来 我就变成顾总了 初恋算什么呀 你可是我第一个老公 第一个老公 你还想要几个老公啊 嗯 我 嗯 没事 承诺过得实际得兑现就好 我承诺什么了 回家啊 嗯 我认床陌生的地方我睡不着 那回你家 没问题 嗯 不走 走了走了 嗯 顾其穿我可没答应你去我家 小了 有钱了不起啊 嗯 床不错 可以睡 这是我的床 现在 是我们的床 算你狠 床归你 我说沙发 起来 你又要干嘛 铺床啊 谢谢你啊 我家沙发有点小 委屈你啦 不委屈 嗯 帮你铺的 别太感动啊 什么人嘛 起来一个小女孩 真小气 晚安 晚安 我好想你 鲁浩天 鲁浩天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 白天照样舞爪的 没想到梦里偷偷难过呢 嗯 我才没有伤心呢 炸弹如浩天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会心疼的 嗯 嗯 嗯 你家只有鸡蛋面包和牛奶 我做了三明治 你快去洗漱 出来就能吃了 嗯 这男人帅得也太犯规了 顾太太 麻烦你快点啊 嗯 嗯 嗯 太帅了 怎么有人可以把面包吃出高档西餐的感觉啊 顾太太 嗯 再不抓紧吃 上班就要迟到了 完了完了 来不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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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有东西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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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了 你脸好红啊 不会生病了吧 嗯 嗯 家里的狗太粘人 实在都不看 不会是太迪吧 我家那个就会粘人啊 嗯 就是太迪 我会被听到了吧 夏安阳 来我办公室 要完了 顾总您找我有事啊 过来 你来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养了只太迪啊 你来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养了只太迪啊 这 这可是办公室啊 夏安阳 刚刚在你家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啊 秋秋你别说了 你就这么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暴露啊 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有天 你喜欢了别人 我们大家好聚好散 我知道闪魂对你来说 特别没有安全感 给我点时间 我证明给你看 顾总 你明天早上九点的航班 我 顾总 你干什么呢 哦 知道了 被我训了两句 就哭了 顾总真是太过分了 你这个明把这欺负杨阳吗 其实 也没有了 杨阳 你忍忍 我听说她下一周 要去余城出差一趟 这几天你可以好好发送了 一周 这么久 哎哟 哎哟 替杨阳这舍不得的语气 怎么 被虐出感情了 你可真是个女 这 这 嗯 女丑 小马 我有事先走了啊 嗯 小杨阳 各种常用药 充电宝 对了 嗯 小杨阳 最近一周都有雨 你最好多戴两件外套 你干什么啊 嗯 不行不行 你明天要出差 今晚必须回去收拾行李 早早睡觉 嗯 我走了啊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嗯 放心吧 我从很早就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是独立生活小能手 嗯 我不需要你独立 我会好好照顾你 等我回来 好吗 好了好了 快走吧 比我还唠叨 嗯 走吧走吧 好了我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 嗯 拜拜 怎么办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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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泱泱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兴趣 让开 别装了夏泱泱 顾家要给顾齐晨办相亲宴 你会没兴趣 什么相亲宴 露馅了吧 还说什么 她是你男朋友 她没告诉过你 她姐姐可是商界女强人顾明珠 她家就是封城首富 姐姐 我当年有什么 孤单男人的本事呢 又让人家压根 没把你当回事啊 哈哈 搞什么嘛 怎么都穿得跟走红毯一样 这让我怎么困进去嘛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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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小偷啊 我不是小偷 放开我 肯定是偷偷留点 谁抓起来再说 我没有偷东西 我不是小偷 放开他 不是小偷 不是小偷 这个女人的 交给我处理 谢 谢谢你啊 今晚冲着顾琪珊来的明月 贵女不少啊 你倒是挺特别的 那你知道顾琪珊在哪吗 我欣赏你为爱翻墙的勇敢 但是顾琪珊有喜欢的人啊 而且喜欢很多年 从这里出去就是后门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喂 妈 哎呀 真是冤家路窄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我家 这间是我的房间 你说呢 你不是在出差吗 提前结束了 本来想去找你的 结果被我姐姐抓回家了 顾大总裁的相亲业 整个封城的千金小姐 像萝卜白菜似的任你挑 你还不乐意了 我的小灰姑娘 吃醋了 我又不喜欢你 干嘛吃醋 不喜欢我 不喜欢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我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你 好几天不见 好想你 顾琪珊 你混蛋 对不起 相亲一样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来得正好 我们现在就出去 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是顾太太 免得他们总给我安排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但是顾琪珊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喜欢很多年了 顾太太 顾太太 不要 我们还是先不要公开关系 万一以后离婚了 顾琪珊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 小的时候 我以为爸妈是天底下最恩爱的人 可是 我妈才走了不到三个月 我爸就娶了柳如燕 还带了一个比我只小一岁的妹妹 十岁的时候 陆浩天就说她要娶我 可是她和我的妹妹出轨 还有了孩子 而你 颜阳 我向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你别走 不许她 不许她 这是怎么样 你自己打开看 哇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不过你为什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 我出差的时候看到的 我觉得特别合适你 就买了 那你还挺会讨女生欢心的吗 我第一次给女孩子买礼物 你看看合适吗 合适 就是太合适了 怎么了 我拉链拉不上 我拉链拉不上 快帮帮我 别看了快帮我拉拉链 我先走了啊 哎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姐姐呀 为了给我带男人真是下了血本啊 这身衣服挺贵的吧 姐姐生活费还够用吗 不会是偷来的吧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喜欢偷啊 你 没事吧 是你 沈总 叫我沈时穿就好了 好 夏洋洋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见不到顾总 救的沈总 夏雪儿 够了 今天谢谢你啊 沈总 你可别被她骗了 她呀不过就是我们下架的一个脱油瓶 仗着有阔少喜欢就药物扬威 现在被甩了就又开始重新勾带别人啊 夏雪儿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居然敢打我 别挡了 这么美丽的小姐 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 顾盛 我可没有打人 我刚才和姐姐闹着玩呢 还不过来 穿这么漂亮 躲在这里干什么呢 顾总 你 让开 别再让我听到你的泱泱出言不行 谁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干嘛 送我老婆回家啊 这可是你的相亲业 你就这么走了 要不我们现在回去公开 难道你要我回去应付那些女人啊 所以 管她什么宴会 我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顾其辰 这么感动啊 这么感动啊 要不 轻微一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到我那里 我考虑考虑 别哭了 对孩子不好 大家早啊 别哭了别哭了 姐姐 夏雪儿 你来这里干嘛 姐姐 夏雪儿 我找不到浩天哥哥 我只能来找你 我求求你把浩天哥哥还给我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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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是颠倒黑白一把好手 可惜我这人 最喜欢当面打脸 姐姐 别说了 别说什么 别说你处心积虑 爬上姐姐交往十年男友的床 还是说你像个苍蝇似的 对我纠缠不休 姐姐 是浩天哥哥 让我们出去说 别耽误其他人工作 别碰我 姐姐 是浩天哥哥让我来的 他不想你在顾齐山身边上班 我在哪里上班是我的自由 他算什么东西 陆浩天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姐姐 你得帮我 我可没那个本事 你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吗 我要的是 让他对你彻底死心 姐姐 求你放了我的孩子 雪儿 雪儿 你怎么了雪儿 浩天哥 好疼 你对雪儿做了什么 小雪儿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没事吧 顾锦琛 不是我 我没有推他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乖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我得去看看他 孩子没有保住 我们尽力了 我们的孩子们了 好 好 请不要玩笑 你这个傻人犯 为什么 为什么要耍我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狠呢 就算他和陆浩天对不起你 可那孩子好歹也是条命吧 我没有推他 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你还想反映了一口 这可是陆绍青也看到的 夏雪儿 你真 为了报复你 什么都做得出来 把这个傻人犯 给我把他抓起来 够了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夏安阳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不相前 浩天哥哥 那我们家雪儿怎么办 这孩子没了 你不会不认账吧 我会和雪儿结婚 浩天哥哥 我的孩子 孤静甘来了 夏安阳 孤静晨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家 你有我 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 不是去吃饭吗 怎么带我来这儿 你现在走了 可就要错过一场好戏了 夏安阳 既然没有做错事 就不要心许 不要再被别人欺负了好吗 来 陆少爷 咱们喝一杯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你来干什么 少安勿躁 我只是来让陆少 看点东西 好 浩天 这不是真的 是夏安阳的陷害我 是夏安阳 一定是他陷害我 浩天哥哥 那天你亲眼看到的 你帮我去医院呢 你要信我 夏安阳你够了 你是要报复我吗 我们对报复你不感兴趣 我来只是为了杨阳的清白 是 可惜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陆少爷 看来你跟传闻中一样那么蠢 钟主任 五万 我要你帮我伪造一张产品单 可是是假的 就是假的呀 觉得钱少是吧 等我女儿嫁给陆浩天 再给你五十万 配我做一场流产的行 你 你们随便拿来一段 不知道谁的录音 就想陷害我吗 这都是假的 钟医生 进来吧 我是瑞安医院产客的钟景金医生 刚才那段录音 是我跟夏雪儿小姐的母亲 刘夫人的母亲 我也是贪财心切 所以 答应你夫人做假云单 和假早产的事情 我想 我心里十分厉害 现在我已经死掉了工作 这个是刘云希 给我转战的机会 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不是的 是他们联合陷害我的 从事实中 不是你和你妈传统器来算计我 不是的 我是真的爱你 不是为了你才做的这一切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如果没有你 我和杨阳应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是你 毁了我的一切 你就是个骗子 我努力了这么久 不过就是想让你正眼看我一眼 今天 我终于要得到你 可是 夏杨阳 你为什么要出现 你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脱油瓶 你凭什么高高在这审审审我 夏杨阳我杀你 夏杨阳我杀你 还行不过丢人吗 跟我回家 夏杨阳你就是个人 夏杨阳 你毁了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 扪心自问 你真的爱过陆浩天吗 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嫉妒夏杨阳 我嫉妒他 他有什么好值得我嫉妒的 是啊 我没什么值得你嫉妒的 你从小有父母疼爱 有个母亲愿意为你谋算一切 你聪明漂亮名校毕业 本该拥有美好的未来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们走吧 夏杨阳 你想让我愧疚 让我后悔 不可能 我不恨你一辈子一辈子 杨阳 对不起 我应该相信你的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说起来 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我们之间的误会都解除了 你原谅我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们回不去了 杨阳 十岁的时候你确实要嫁给我 你不要我了 陆先生 夏杨阳现在已经和我结婚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卢浩天 忘了我吧 被谎言打罪的感情 是弥补不了的 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也祝你有个好的未来 是我把你弄丢了 怪我自己 如你醒 谢谢你 想哭就哭吧 不过 我只允许你再为他掉最后一次眼泪 妈妈走了以后 也只是她陪着我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突然就没有了 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 可惜她终究是错的 放心 有我在 我会把你内心的空给填起来的 欢迎顾太太回家 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回老宅呢 你同意我们公开了 不要不要 你不会生气吧 不生气 我也 就是有点难受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夏洋洋啊 你知不知道一大早些毛毛虫 是件很危险的事 我骑车 该起床了 要 要迟到了 没关系啊 你就告诉他们 家里的太迪太年人吧 这是 这是我名下所有财产的财务报告 以后都是你的 全都给我啊 我不要 感情一旦扯上钱就变味了 男人给女人安全感的第一步 不就是上交财产吗 有时候未必吧 我小时候 爸妈感情很好 可到最后却是为了钱 总之 我不要你的钱 感觉 感觉像是被包养了似的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的就是你的啊 我自己能赚钱 我先去工作了 对了 嗯 我今晚有事 晚上你自己回家 你有事就去忙 不用告诉我 向老婆报备自己的行程 不是应该的吗 哎 怎么骑车的 哎 看着 花这么大一口 对不起对不起 多少钱 我赔给你 小丫头 这可是进口的老三四 随便补过七近十万的 什么 这也太倒霉了 早知道顾琪琛 要给我钱的时候 就不离不离了 老郑 算了 走吧 沈时川 夏小姐 好久不见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你的车 没事的 有保险的 不行 我得赔给你 多少钱啊 嗯 那这样吧 你给我两万好了 嗯 两万可以 就是你能不能 再宽限我几天时间 等我发工资 还宽限 你真以为我们沈总 缺你这点钱 没事的 嗯 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嗯 好 走吧 嗯 你的手 太大脸了 你这两千块而已 我自己能赚 哦 我在家里收拾点东西 就回去 嗯 你今晚 会晚一点回来啊 嗯 好的好的 不用接我 嗯 拜拜 这顾骑车也太远了 不会吧 难道他发现我出来就坚持了 早点还钱 你干嘛 别会儿别会儿 我是呀 我想有个事儿要你帮我 我妹妹 被一个渣男 骗到这儿来开房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 敲开他的门 那可不行 哎哎哎哎哎 你听我说我就是一个妹妹 我总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她被渣男骗吧 再说了 这楼道到处都是监控 我能干什么坏事儿 好吗 好吧 好 你好 客房服务 来 刷卡 刷卡 嗯 嗯 我知道了 你好啊 什么人 啊疼 怎么了阿晨 嗯 这些狗仔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阿晨报警吧 没事万平 你先进去 这里我来处理 哦 我 没关注 没关注 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保马上就到 放心 杨阳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对 我任性 我自私 我一无是处 我当然比不上你的沈漫兵 你去找他吧 对了 需要离婚的话 我随时可以签字 夏阳阳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别碰我 赫哲书 许悦 那个 对不起啊 是我骗了你 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主要我也不知道那沈漫兵 他随身带保镖啊 我没事的 只是拖旧而已 你也别太自责了 妹子 总归呢 是我害了你 这钱你先拿着 然后 我送你回家 回家 我又没有家了 别哭啊 电话 电话 喂 我是沈世川 喂 沈 沈总 你没事吧 哦 我没事我没事 刚好 钱凑齐了 我什么时候拿给你 那正好我明天有时间 你过来吧 那你 把地址发给我 明天见 哥 你送我回去吧 好 小杨阳 别怕 还有妈妈和小熊陪你呢 沈总 这是两万块 你看看没问题的话 我先走了 哎 怎么了 真把我当债主了 先来坐坐 我 我 你看看没问题的话 进来吧 好吧 这是 哦 这个啊 我是沈门斌的哥哥 也是他的经纪人 进去坐坐吧 顾启春 进军好莱坞 可是我的梦想 最多两年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这是你的选择 与我无关 就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求婚 伤了你大总裁的自尊心 所以找那么个乳秀为干的小丫头结婚 报复我呢 让你见笑了 我这妹妹和她男朋友 斗气斗了十几年了 我都习惯了 走吧 沈总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瑶瑶 我第一次给女孩子买礼物 你看看合适吗 是 原来 我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这里 欢迎顾太太回家 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回老宅呢 夏洋洋 你清醒一点 你和她 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和沈曼兵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瑶瑶 你要去哪里 你和沈曼兵的话我都听到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难道你向沈曼兵求婚是假的吗 是 我是跟她求过婚 那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结婚 是理所当然的事 够了 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像夏雪儿一样恶心 你什么意思啊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这段时间 多谢你的照顾 我不回去 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误会 你不爱我 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不是误会 夏洋洋 我想跟你在一起 别告诉我你爱我 我不会写 还有 你不过是我伤心是意识 随便找来小姐的人 夏洋洋 不是你想玩就玩 想抛弃就抛弃的人 顾琪琴 别逼我恨你 你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杨杨 是你吗 你在叫谁啊 顾琪琴你看清楚 我是闪班兵 你来干什么 你走开 杨杨要是看到了 又有误会 又有误会了 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买醉 他还推我 他喝醉了 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在他心里你是最重要的呀 他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就连他跟我结婚的理由 都是因为他觉得婚姻只是人生任务 阿姆 这是那个他觉得刚好不麻烦的人 可能他还没有发现你的好 顾琪琛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夏洋洋 你没有不如他 只是 从他闯入我生活中的那天气 我才知道 人生原来可以不按照计划进行 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他 我只知道 我想和他一直过下去 我不会和他离婚的 为什么 可能 真的是越得不到的 越想得到吧 没有什么说实 门兵得不到的 只要你想要的 我会付出一切帮你 我会付出一切帮你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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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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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呢 走着 你喜欢 别抱啊 我打了你 滚 滚 我看你喝得比我还多爱你 一个才爱你 等等我错了 滚 滚 谢谢你啊沈总 想感谢我啊 那陪我喝杯酒 来 沈总 心情不好啊 那你为什么大半夜 也在这儿溜达呀 大概 是想让自己别再继续做梦吧 看来这个梦不太美好啊 不 在这个春天 我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美到让我以为可以永远拥有的 不过现在准备醒了 可是清醒的人会活得很累 我不愿意在感情里自欺欺人 更不愿意去强迫一个不爱我的人 娘会更累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肠痛不如短痛 那 为我们的痛苦再干一杯 你 顾琪琛 你个渣男 你有什么冰了 为什么还来招惹我 我讨厌你 顾琪琛 你说过要给我一个家的 小龙云啊 你真的很爱顾琪琛吗 对 我爱她 比我想象中还要爱 可是她又沈慢病了 我什么也不是 我什么也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嫉妒顾琪琛 对不起 你不可以和顾琪琛在一起 因为她 只能是满病的 沈世辰 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你不如好好想想 你昨晚对我做了些事 顾琪琛你个活蛋 快快快 想吐就吐吧 你没事吧 哎呀 哎呀 夏洋洋 你真是我借过酒品最差的人了 下雨了 下雨了 对不起啊 沈总 各年不能换我衣服啊 你的衣服是酒 你不太年重了 你不得没人 你不得了她 如果期待 你 experts说 我一定会在一起 别开门 小杨阳 我没事 她们又没有拍到我的脸 再说 就算拍到了 我又不是什么女明星 你当然没关系了 她可是我沈漫冰的经纪人 她的丑闻 就是我的丑闻 我会和夏洋洋结婚 什么 沈诗传你敢动我的女人 我动了又怎样 你别拱火了好不好 还有你也住手 我和她什么事都没有 给我回家 洋洋昨晚说了 她不想再见到你 她是我老婆 我刚刚跟她求婚 够了 放手 你们当我是什么 够了 够了 放手 你们当我是什么 你看清楚 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在那里 还有你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同情 怜悯 还是为了成全你妹妹和顾琪琛 我是我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顾琪琛你个混蛋 你放开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顾琪琛这个样子 这个夏洋洋 她究竟有什么魔力 你比夏洋洋好 顾琪琛只是太迟钝了 用不着你怜悯我 顾琪琛只会是我的 顾琪琛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别人可以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不行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和盛世传什么都没有 不许喊那个人的名字 不许说 我求求你放开我 求求你 放开我 求求你 放开我 对不起 我只是 你偏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这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喜欢我 也不要羞辱我 你说你喜欢我 我可以这么对我 我可以这么对我 你不要 杨洋 杨洋 我 我 我一直都喜欢的只有你 没有别人 可是你都和沈曼冰求婚了 从小到大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场任务一样 我和沈曼冰只不过是刚好是和我结婚 完成任务的一个人 然而我遇到了你 我才知道什么是心动 什么是患得患失 我想做的只是把我认为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无关其他人和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可是我没有想到 反而伤害了你 所以 我不是什么包袱工具 也没有插足别人的感情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睡不见 下宴 快黄 同学 我 poser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是门兵 发什么疯 今天呢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我请大家来呢 就是给我做个见证 你们让我过去 顾几春 你愿意娶我吗 神漫兵 你自己疯就够了 别拉上我 阿琛 我错了 我不该在你求婚的时候任性 现在我赌上我所有的明月和前途 我求你 娶我 老婆 够了 我已经结婚了 妻子是想要让我答应她 永远不会伤害她 是小姐 哎 是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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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了解一下 小姐 你还好吗 小姐 小姐 你是小姐 不是我跟这生态结婚的吗 你能不能带一下吗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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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下她这个婚姿 瑶瑶 别走 我以为 我以为你又不要我了 你请问顾总 您刚才是拒绝领侯神漫兵吗 这个女孩和你什么关系啊 她叫夏洋洋 是我顾启臣的妻子 夏洋洋 你愿意嫁给我吗 嗯 为什么 我从小跟她青梅竹马 我是影后 是时光娱乐的继承人 我们明明那么般配 为什么 拒绝你是她的损失 别怕 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那当然了 你可是我们沈家收养的狗 你不陪着我 你还能去吗 对 只要能够陪着你就够了 只要能够陪着你就够了 为什么对我千一百顺的人都是她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你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 我要再试试别的 我真幸福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组织你的婚礼 顾启臣 顾启臣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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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处于你了 盛世川 你打算让我强迫顾启臣吗 我现在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 我会带走夏洋洋的 只要夏洋洋消失你就 盛世川 你当我审瞒兵什么人 强盗还是土匪啊 不然以为你有机会吗 你不是想得到她吗 你能不顾尊严的当众求婚 你现在小心什么 顺世川 你可真是一瓶狗狗 你现在都学会怎么反耀一口了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别碰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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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启臣 你去哪儿了 夏洋洋 我还以为你又丢下我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郭启臣 郭启臣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郭启臣 你醒醒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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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啊 我们来phen 跟谁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 我们顾家是不会接受你这样的人进门的 这是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离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签字就好 顾大小姐 赖索偶像剧都不玩这种套路了 你以为我会接受吗 不接受没关系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先里后兵 既然你不识抬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顾其辰 你醒醒 顾其辰 别碰他 顾其辰 顾其辰 你醒了 姐姐 我一向敬重你 所以 请你也尊重我的选择 阿琛 你的感情生活我并不想干涉 你们可以在一起 但是 妻子不可以是他 爱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但是婚姻 却关乎于两个家族的利益 阿琛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区别 顾其辰的妻子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夏洋洋 OK 我明白了 放开他 放开他 弟弟啊 你现在还没有跟我叫板的司格 姐姐 知道你一向最疼我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好 只要知道他做什么 只要你乖乖听话 他就会没事 对了 顺带啊 姐姐再教你一句 永远不要让别人拿你的软胃 看看 为了个女人和姐姐都生分了 夏洋洋呢 好 我没有病 我不要打针 我没有病 我不要打针 不要管我 我不是神经病 我秦珍 救救我 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不过呀 在这世界上多了一个神经病患者 只要你乖乖听话 他就可以很快出来 不然我也不敢保证他是不是正常 你是让我和沈门斌结婚 没错 顾家的产业 已经全部放在实业上 商业版图已经全部饱和了 而沈家的时光娱乐 是我非常看好的发展方向 如果我不同意呢 没关系 我非常有耐心 但是不过你别忘了 夏洋洋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和沈门斌结婚 阿晨 行喝快乐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好 你 我想请问沈世川先生 你愿意我嫁给顾启臣吗 水石川 你要看着我嫁给顾启臣吗 我不愿意 你这个笨蛋 还能什么呢 什么病 明初姐 对不起啊 会来逼出某个笨蛋 小小地利用了一下你 你敢耍我 我以前呢 把你当成我的偶像 你高贵 大气 杀伐果爵 没想到我看错你了 你不过也是一个迂腐的老顽固 顾启臣会任你摆布 而我不会 赶紧去吹你的夏洋洋呀 顾启臣 你不害怕我对夏洋洋吗 怕 但我更怕这辈子 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她就快想我拉扯了 你竟然有这个微信 你可别忘了 你也是故事集团的继承人 一旦这个天气流出去 顾启臣可就完了 我不在了 如果姐姐再做出什么对泱泱不利的事 我建议来说这个故事 姐姐教我的 不要让别人轻易拿捏你的软肋 一个女人竟然能威胁顾家 看来她不用留了 嗯 小燕阳 小心 小心 顾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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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换取家属让一下 有人暈倒了 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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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你害死了我弟弟 滚 滚 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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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嗯 謀主 是不是沒事 我是不是錯了 我是不是錯了 我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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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吗 他会写的 他说过他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如果不信他不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信他不会不死不活的变成 一个植物 你走 你走 我最不要看到你 不要赶我走求求你 不要不要赶我走 顾启辰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顾启辰 有时候我在想 遇到你 如果真的是一场梦就好了 像这样不知所措的时候 只要醒来就醒了 我从没有想过 像我这样的灰姑娘 能被你无条件地爱着 不过我仍然认为 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 和同一段时光 是我的梦醒 你有我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 不可以这么对我 羽扬 羽扬 我一直喜欢的只有你 羽扬 你愿意嫁给我 希望你会醒来 也会忘记我 顾启辰 再见 你放心吧 我已经委托神班兵 安排好了一切 他出过后 会过得很好 谢谢你 你明明可以留下他的 留下他照顾一颗 动也不能动的话 是 你永远那么自私 是 是 小夏业 你好呀 曼彬阿姨好 小朋友不要老板着脸 要像你妈妈一样 多笑 好了 去玩吧 小爷真是越来越像他爸爸了 杨阳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顾家 夏业的存在吗 出国前 我答应了顾明珠 不会再去打扰顾家 所以 小夜只是我的儿子 你说 这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我也觉得 谢谢叔叔 小夜 你去哪了 妈妈 我在这里 嗯 嗯